今天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跟大家谈谈YouTube的新动向 又收到一个email,这个email应该是今天出的吧? 就说社群协力的翻译功能,将会在今年的9月28号取消 首先,YouTube的影片,特别是我们的广东话市场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五分钟变大,才是广东话市场 或者其他几个YouTube频道都是广东话的 其实有字幕是差很远很远的 因为华人社会里面讲广东话的人,始终占少数 如果讲国语的话,一定会多很多人 在YouTube频道里面,如果讲英文,受众更多 所以,什么时候都是,如果真的为了赚钱 想找多些人看你的影片 除了内容重要之外,语言也很重要 如果讲英文的话,就算同一个题目 例如大家最近都看到印度神童 就是用印度尖星来预测2020和2021年的大事 2020年就已经预测到肺炎了 如果用英文来说,我相信会有更多人看你的影片 从而你都得到更多的Essence 广告 这是此其一 说回这个翻译,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做 虽然我都发现一些很好的方法 我其实有影片出过,也是很快的方法 就能够出到这个字幕 不过始终做一条影片都很坏 我现在做教学影片,比如做Sopify 或者Essence Marketing的影片 其实都普通一条影片需要一个多两个小时左右 未计计之前的构思 如何做这个课程的教学 可以流畅一点,让大家每一步都很清楚 这些构思就可能会几天 到拍片真的操作的时候 加上剪片,我最快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做 有些地方可能要剪辑很多段的教学 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所以如果跟着我们再花时间去做这个字幕 其实真的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一早都知道这个功能 就是YouTube 叫做找人帮忙,帮你做回来 我其实一早知道,但我一直都没有在频道里 叫网友或者观众帮我做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那个频道是你自己的 你要做好这条频道是你应份的责任 你做得不好,被人骂,也是应份的 如果你为了想做好一点,而找人帮忙 我觉得是可以的 比如我字幕可以请人做 比如我剪片可以请人做 因为其实我都知道 使命上有很多freelancer是做这件事的 但我的频道其实又不是一个很专业 或者很商业的频道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过 要请人帮我做 但有些人呢 就会叫做影片 就会呼吁一些人 那些观众帮我们做翻译 做字幕 比如你本身是做广东话 你帮我打国语字幕 甚至翻译做英文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不是很安心 或者是觉得不太应该 我自己的看法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制作得好 加上字幕的话 很多人看了 那你就赚了钱 那说真的 你是不是赚了钱 你就分给帮你出字幕的人呢 甚至你都不知道 哪个人是帮你出字幕 那你又怎么付钱的人呢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找了一些观众笨 我一直都没有做 也都不想 那都细猜不到 原来YouTube 都今天这条片都说了数据 其实有人这样做的情况 其实都很少 都是0.0% 那所以我想这个功能 对这个创作者 或者对观众都不是太受欢迎 所以 CUT了它 我觉得都很应该的 作为自己的YouTube频道 自己是创作者 我觉得是很应分 你自己 用你的方法 付钱也好 自己花多时间 精神也好 去做好你的频道 是应该的 那 因为始终你是在这个频道 有得益的嘛 那当然你的 content 放了给YouTube 观众 因而看到 而得到一些帮助 他们都有得益 那就是相赢了 所以YouTube能够成功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因为它可以免费给观众看 而 从而 亦都可以有些广告收益 令创作者更加推动 它去再做 那其实这件事本来就是很好的 只不过 甚至不知不知 YouTube搞得 搞到自己 现在有很多以外审查 又说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又被禁止 所以很多创作者 就去了patreon 或者自己的一个平台 我之前都说过 其实都不是坏事 就是 变成YouTube 是我的funnel里面的顶层 只是用来接纳一大堆的观众,从而细选,将观众分类,变成对你的支持者 这可能是好事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我见了一个email,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欢迎大家留言,让我听你最近有什么问题想和我说,或者想我出片 我知道大家很想我快点出email marketing,我会努力出片 另外也有朋友,很多朋友都正在做网店 也有不同人,由实体店想转做网店 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好的,大家真的值得努力,花点时间学一学 又不是很高成本,做sopify真的不高成本 也有些网友想自己建立一个网站,问我用wordpress 我稍后也会出片,说一下自己建网站用wordpress的利币 其实市场上也有些wordpress付费的解决 其实也值得考虑的,我用过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哪样好,究竟是用sopify好,还是用自己建的网站好呢? 请大家留意,如果你还未订阅,记得订阅我频道 否则我出这些影片,你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的了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